不过岛上还是有几处沙滩不错的区域 只要天气好 还是可以过来拍点北照的 不见的话 全岛外侧其实都是House Wraith 海龟、大摇鱼、鲨鱼、太坦等大货 都被我找到 海龟一点也不怕人 也给我留下了铜矿的人生照片 开心极了 朋友们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岛屿 都喜天雀 绝对算的是马带的一棵长青树了 最早的六边形战士之一 无论是地理位置、资案环境、房间硬件 以及餐饮服务等等 都喜都没有明显的硬伤 价格以及餐饮的品质也一直都很稳定 所以它年年都是热门倒 特别是餐饮和浮潜部分 它给到了我非常不错的体验 那它又会不会是你的菜呢 今天就跟着我来全面了解一下吧 视频创作不一 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点赞三连 这对我们的帮助会特别的大 而规矩我们还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主意分析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直接跳上的相应的位置观看即可 都喜是一个泰国品牌 集团总部位于曼谷 杜西三迷这个名字是天堂之城的意思 而第一间曼谷杜西天鹊酒店于1970年就开业了 如今杜西已经走出了泰国 并拥有了多个品牌 在世界各地开支散业 在马带除了本期的主角外 另一个杜西酒店也快开业了 就在马来附近 我争取明年也去看看 我们来看街机部分 杜西目前在马来机场使用的是A3号街机柜台 非常好找 除此之外 他们的工作人员也会举牌接机 很丝滑 对接上了之后 咱们就去到水飞柜台 办理直接手续了 杜西使用的是TMA的水飞 也有专属休息室 界面出的logo很符合杜西的气质 低调另一 内部很宽敞 设计以暖色调为主 很温馨 中间这个小型的自助区域很精致 可为你补充能量 休息一会儿 工作人员就会来叫你去做水飞了 读写距离在哪个位置呢 我们来看微信地图 道一位以马类以北的八环郊 距离机场110公里 35分钟走的水飞即可到达 非常方便 我们放大来看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标准的马带珊瑚小岛 自然环境很出色 特别是植被 茂盛的有些夸张了 这是实拍图 好水这一侧的气壶还是有的 但沙滩面积确实不大 外侧浪会更大一些 所以官方也不建议 大家去到好水外侧浮浅 咱们换个面 这边几乎就没有沙滩泻乎了 主打一个浮浅 外面的一圈都是珊瑚礁 很近 从补水直接下去 特别方便 杜瑚全岛都没有防荡堤 所以整体来讲 海浪还是要大一些 位于八环礁中部的杜瑚 周围还有不少热闷岛 如果你有双岛游需求的话 提前沟通好 也是可以直接快艇往返的 我们就是直接从都喜去到的 弗拉瓦系 30分钟快艇 很方便 关于岛屿的基本概况 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短片 简单介绍一下 都喜天雀隶属于泰国的 都喜国际集团 泰式的热情浩客 也融入到了他们的 企业文化之中 马带的都喜天雀 于2012年开业 环境优越 位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认证 生物圈保护区的 阿环礁 距离失踪 35分钟水费即可到达 全都总共配备有94间房 除最基础的沙滩别墅外 其余房型军带 私人泳池 三间餐厅 两间酒吧 餐厅虽不多 但口碑极好 特别是那个好品如草的招牌 泰国餐厅 这个漂亮的圆形小岛 随处可见高大 而又茂密的椰林 得天不喝的肤浅环境 也值得称道 海溝处的珊瑚礁厚度 以及海洋生物的多样性 并能让你大呼过瘾 再加上都喜成熟的管理 油类之外 贴心的泰式服务 给到你的满带度假体验 自然也会是极佳的 咱们来到住宿部分 一看都喜的房间不到100间 但它的房型种类还是挺多的 储历的单卧房型 沙屋就有三种 水屋也有两种 可以看到房间面积 均在100平米以上 除基础沙外 其余房型均配备有 雌人泳池 均可入住两个小朋友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我这次入住的水上泳池别墅 它们均紧邻岛屿两侧的海沟 并拥有独立的棧桥 从海滩边延伸出来 入口和沙屋类似 会经过一段蜿蜒的绿道 私密性家 房间标配的自行车 很好奇 进门处就是吃喝台了 咖啡茶都是免费的 如果你是一架全包的话 迷你芭蕾也包含部分饮料 酒水 进到内部 给到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泰式的装修风格 和马带很配 就是那种度假风 很舒服 硬件保扰的也不错 超过100平米的面积 还有挑高 就会很宽敞 浴室空间不错 为双盆设计 配置齐全 嵌入式吸收池好评 洗衣服很方便 室外甲板区域很宽敞 有遮阴的凉亭好评 自然泳池的尺寸也不错 最棒的还是下面的海沟 稍微游一下 就能独享海里的 奇幻世界了 苏西的这个房心 你要说它是半沙半水 也是可以的 但在我的理解里 有栈道的话 也是可以叫做水屋的 Anyway 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我想给大家提醒的是 由于该房心很靠近海滩 所以海浪撞击到岸边的声音 会很大 如果是睡眠比较浅的朋友 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休息 我们再去到海洋水那边看看 它们位于岛屿的另一侧 远离主岛 这一侧的泄湖也是最好的 可以轻松拍出马带水温那种美美的照片 进到内部整体的设计风格和布局 和前一个房心大同小异 也算是套娃设计了 但是这里会更加宽敞 甚至可以用场面来行 更大的空间自然也能带来 更舒适的入住体验 市外甲板区也更加宽大 私人泳池的尺寸也要大上一些 官方不建议这里直接下海浮浅 因为海浪很大 海沟也要远一些 所以这两种水屋是可以根据你的 使用需求来选择的 喜欢肤浅睡眠还OK的话 基础水肯定更适合 但如果你需要的是更舒适的住宿体验 更追求浪漫的话 海洋水无疑会是那个更好的选择 最后我们再去到沙屋看看 沙山别墅均隐藏在厚厚的绿植之中 私密性极好 看这些植被全是大树 这是豪华泳池沙的室外区域 泳池是这两年新建的 所以尺寸还不错很粗片 旁边那个网床也很受欢迎 适合小气一下或是睡个午觉 见到内部三种沙山别墅完全一样 依然是这种态势简约设计 可能是采光的关系较水无会暗一些 室内空间依然很宽敞舒适实用 浴室为室外的双盆设计 也配备有浴缸和室外淋浴 横马带 泳池沙的话浴室区域会多出一个室内私人泳池 其余部分完全一样 总之都喜的房间不算收华 但是都很宽敞舒适 以实用为主 五种大卧房型也有着不同的功能性 所以在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相信选择起来就简单多了 我们来到餐饮部分 虽说都喜并不是一个一架全包岛 但是订一架全包的客人比例还是挺高的 我还是分享一下它的全包内容 简单总结 一日三餐的场所没有限制 自助主餐厅和特色餐厅均可选择 用餐及酒吧时的饮料酒水 无限量供应 迷你巴每天补充一次 赠送一次日落巡航 免费的浮显装备等等 额外送的东西不多 但是吃喝部分还是很灵活的 都喜总共配备有五个餐饮场所 各具特色 根满足来自全世界不同口味需求的游客 我们还是通过视频简单介绍一下 主餐厅的Market 位于岛屿的核心区域 占地面积很大 早晚餐开放 这位是你最主要的用餐场所 餐厅很宽敞 分区合理 用餐的环境也非常舒适 正不愧是泰国的酒店 他们是懂亚洲人的习惯和口味的 除基础的面包 煎蛋 腌肉 火腿等 足气早餐外 还有大量的亚洲美食 烧麦炒饭炒面等都很美味 也有现做的汤面 这早餐实在是太棒了 晚餐就更快了 我们遇到了一次烧烤主题自助 吃肉动物的我 面对着琳琅满目的烤肉海鲜 完全控制不住 减肥是神 吃了再减吧 咱们再去到足泳池区域 公共泳池中央有一棵老树很壮观 这里有一间餐厅一间酒吧 Sigrate是一个沙地餐厅 无碗餐开发 主要提供一些西餐点餐服务 适合午餐过来换换口味 我们点了三道菜式的套餐 中规中矩吧 相对没有那么出产 旁边还有一个类似酒窍的区域 适合一些浪漫的私密泳餐 三十八位于公共泳池房的另一侧 除了泳池酒吧的功能外 这里还会不定期的进行一些娱乐活动 酒吧小哥人很好 会热情的和你聊天 推荐一些不错的鸡尾酒 日落时分推荐大家再次回到这里 因为这里有全岛最好的日落环境 拍照的漂亮小姐姐们也很多哦 最后咱们再去到标志性的泰国餐厅 Bajero 该餐厅位于水面之上 5万餐开发 这里的厨师绝大部分都是泰国人 所以泰餐就会非常正常 中午相对简单一些 我就点了一个东阴公和海鲜炒饭 当天很幸运 我们还看到了海铜 晚上我们又来了 泰餐吧本来就是我的爱 我们把冷点的都点了一遍 从前菜到甜品都很美味 实在是太快了 餐厅很火爆 不到一会就做完 所以建议你一定要提前预约哦 总之 珠奇虽然餐厅只有三个 但是品质是真的好 特别适合亚洲客人 泰餐厅的口味早已名声在外了 主餐厅的自助也这么好 是挺惊奇的 这才是干饭到应该有的品质嘛 自然环境部分 相信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印象 浮潜生态小岛 对其这个老岛的植被覆盖率非常夸张 岛上垂畜都是高大的热带植物 以及参天古树 一点都不容易 不过一定要做好访问措施哦 沙滩和西湖的面积不大 所以它确实就没有那些西湖岛那么出偏了 不过呢 岛上还是有几处沙滩不错的区域 只要天气好 还是可以过来拍点本照的 不去的时候应该是季节关系 公共泳池下面也露出了不错的沙滩 也算是能弥补一些短板了吧 浮潜的话 全岛外侧其实都是Housewave 我都去浮潜了 只是浮水的两侧离海沟最近 能见度也是最高的 我第一次浮潜时还觉得就这 沙滩白化很严重 小鱼是不少 但没有看到什么大货 但是后面我又陆续去了三次还是四次 就一次比一次好 海龟 大瑶鱼 鲨鱼 泰坦等大货 都被我找到了 海龟一点也不怕人 也给我留下了铜框的人生照片 开心极了 我走过去 bank冬雪 总之杜西算是一个更偏重于浮浅的生态岛屿 顿拍照出片的话 它确实比大部分西湖岛屿都要差上一些 而它的美丽在于水下 而且因每次下水都会有不同的发现和惊喜 这对浮浅爱好者而言 就可以产生无数快乐的多巴胺了 杜西正宗的态势按摩 你又怎能错过呢 Divarala SPA的名字来自于泰国梵雨 意为在天堂的花园 SPA馆确实就位于马带这个天堂的热带花园里 四周全是高大的椰林 像原始森林一般 环境太好了 内部的装修风格一看就很泰式 而治疗室的全部建造于树梢之上 我没人体验到 但盲餐应该是不会差的 本身就只有两天的时间 我基本上都用于快乐的浮浅了 牵水我不会 常规的出海兴趣又不大 但是这里毕竟是八环郊 信息栏上还有着详细的哈尼法罗湾介绍 你如果对浮粪风暴感兴趣的话 记得提前过来报名一下 浮粪群出现后 他们会通知你随时前往 从都市过去到哈尼法罗湾很近 15分钟快点 非常方便 按照惯例 每年的6至10月会是哈尼法罗湾的浮粪季 如果你去的时候浮粪没有出来的话 我也推荐你去参加一些其他的出海项目 毕竟这里是八环郊 海洋生物的多样性还是有保障的 我们再去到其他地方看看 都市的儿童俱乐部也位于一个茂盛的热带花园之中 占地面积很大 室外有着各种好玩有趣的设施 特别是这个水墙 可以想象许多小朋友们一起打水仗的场景 室内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 划分出了几个玩乐区域 并提供免费的托管服务 建设房就在路边的这个小屋子里 采光很好 不算大 但是各类健身器材还是挺齐全的 从建设房出来再往里走 还有一些室外运动场所 有一个沙地羽毛球场 以及这个不知道什么球球 不会玩乱人一通 里面还有一个800米长的原始跑步绿道 很适合晨跑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网球场 海边瑜伽亭等 各类健康运动设施非常完善 软件服务部分 都西还是意料之中的稳定 毕竟这是一个开业已经超过10年的酒店了 之所以冷藏间位于热门岛的位置 一个稳定的团队是必须的 岛上的老员工很多 就像吧台的那个小哥 开业就来了 真的是把这里当家一样 都写了中国客人比例一直不低 所以各种资源包括中文服务 中国人爱吃的美食等 都会倾向于中国市场 所以给到我们的入住体验 自然也是极好的 我也给不了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了 保持住现有的品质即可 我们来看价格 既然是马带长期数 一个稳定且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自然也是必无可少的 2024年11至12月两沙两水早晚餐 水飞两生的酒店费用大概在2.4万的样子 2025年1至4月大概会到3.2万的样子 最多两个2至12岁的小朋友免吃住 仅需3,400的水飞和税费 第四季度价格还不错 明年寒假春节的价格较去年还是涨了不少 再升级到一架全包的话 竞争力恐怕就不如一些后期之秀了 或许这个日期他们也不全靠中国市场吧 总之东西在马带绝对是一个极其稳定的产品 容臭力很高 如果你是选导困难户 选择它绝对不会有大的偏差 所见即所得 除了沙滩面积小一点 拍照没有那么出片外 你也几乎找不到它其他短板了 六边形战士的口碑也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 请关注我们B3连支持哦 也欢迎转发给你们身边的朋友 记得我们终止做自己的马带专家 喜不喜欢自己做手 我是毕叔 我们下期见 拜拜